科技創新 過去全球的引擎 幾乎就是在矽谷 美國幾乎毒霸全球 但現在不一樣 就好像剛剛講到的 軍事設備一樣 現在全球第一的 這幾個企業裡頭 可能都有PK 在中國大陸跟美國企業之間 例如TikTok 小紅書社群 FBIG 電商拼多多 亞馬遜 都在業績量上有得拼 手機更不用講了 華為 蘋果 小米等等 電動車 BRD 小米 特斯拉 所以在電動車 還有AI相關科技 社群平台這種科技 是人類的未來 現在美國會這麼的圍堵 也就是因為擔心中國的崛起 例如小米可以三年造出車子來 蘋果十年卻夢碎了 在差不多的時間 一家宣布新車上市 蘋果卻是宣布研發了十年 現在決定放棄 所以才會有一些報導上面 引起關注是說 商業內幕點名 庫克要好好檢討了嗎 那小米書7 這兩天上市幾乎都他的新聞 火爆爆紅嗎 雷軍他說上市第一天 訂單數就已經八萬八千 就是數字也挺吉利的 八萬八千九百九十八輛 當然也有數字還在不斷的追加 說大家都熬夜 在讓大家試駕當中 但小米這台汽車 開賣一天 爆單之後也出現退訂潮 有一些衝動消費 訂了之後想要放棄 他說沒有辦法 在七天有預期之內 但要拿回五千元 還是有一些規定 例如熟問了三四 是不是要鎖定訂單 是不是確定 那你一旦喊了確定 就回不去了 不能退錢 另外還有雷軍 為北京搬回一局 叫北京小米 一天賣出的汽車 比北汽新能源 一年銷售都還要多 你看剛剛講的八萬多輛 將近九萬輛的汽車 是本來的北汽南股 整個銷售的71倍 二月的71倍 甚至整年過去 它也賣九萬多輛而已 顯然立刻的在 北京的電動車 這個產業上面 展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大躍進 那小米初期 大家討論 跟小鹏 BBA 幾乎在競爭上 要拉開了嗎 會是在這個價格區段裡面 產生一個質押性的 很有競爭力的優勢 那在狂歡發車 美國有幾家老牌的 電動車產業的公司 比如說Fisker 都因為各種的原因 經營不善 現在不管裁員 或各種的發展 顯然他們在電動車的發展市場上 卻沒有辦法繼續的引領風騷 甚至會出現很大的危機跟挑戰 因為2013年 就已經有過一次宣布破產 現在還能不能活下去 現在都還在努力求生當中 那凱迪拉克 這個廣告也是有點酸 就對不起雷神 凱迪拉克的官方網 官方用中文 發文預熱新車 熬歌 內容是說 對不起雷神 我們幫你把50萬以內 也挺好的SUV造出來了 那大家都說 是不是在暗諷 長得小米蘇七的外型 長得像保時捷嗎 那對美國消費者而言 會有很多討論 就是說永遠沒有辦法 像這樣的價格 這樣的性能CP值 可以買到這樣品質的車 亮哥 當然現在科技創新 有些汽車 小米汽車 我們討論比亞第一陣子 現在討論小米的汽車 在市場上 還有未來的可期發展上 因為結合了 智慧功能等等 它的趨勢自然是美國 現在最忌憚的對手 小米這個是因為小米本身 就有很高知名度 可是它對標的是保時捷 所以這個不是一般車的市場 我們一般看汽車的前景 是看平價車 比如說比亞迪為什麼 讓德國 日本感到恐懼 比亞迪它的車值最低 只有7萬人民幣 最高還超過100萬 就它這種 產品的光譜那麼大 而且平價車 這個市場它已經打進來了 所以才打到 特斯拉感到非常的恐懼 德國大眾也感到恐懼 它這個是屬於特殊利基市場 就它是跑車 高端 價格定的比更高端 低一些 對 事實上他自己也承認他虧錢 他目前定價大概21萬 他說他坐一輛大概虧3萬人民幣 所以我認為這第一波有造勢 有行銷的性質 他也說他這個低價格 大概4月底之後就沒了 大概就要恢復定價 坦白講要觀察一個車子 就是說他的各種表現 你不能只看他賣多少量 你要看他有多大的利潤 你這個坐一輛滾一輛 你當然賣得很好 這不是廢話嗎 人家還是要看你的利潤 所以我覺得至少要看完一季 才能夠從他的財報 然後他的銷售量 來對比出他未來的前景 那你也不能跟北汽對比 你為什麼要跟北汽比 因為北汽就是Benz這個系統 去投資10% 所以他都是坐高級車 所以你怎麼可以去跟北汽比 你為什麼不跟吉利汽車去比 跟上汽去比 你怎麼不去跟他們比 你為什麼不跟比亞迪比 對不對 比亞迪累計到今年 他的產能已經700萬輛了 那你才多少輛 八萬多 八萬多因為你一出手 又是用最低的價格在賣 所以這個是不準的 當然我們可以說它不簡單 因為它是製造 它是含製造 那個華為就很聰明 華為不自己做 華為交給吉利汽車做 它只提供那個軟體平台 它是自己做 自己做在三年的時間 可以整合那麼多的供應商 然後設計到這樣的規格 外表看起來就是滿漂亮的 內裝也滿漂亮 我看過了 不容易 我同意 我同意小米這個成就是很高的 可是你不要亂類比 所以你看它打敗北汽了 打敗蘋果汽車 蘋果還不敢做 定位不同 對不起 蘋果為什麼沒做 因為蘋果它連電池都想自己做 你這個小米一開始就已經說 我的電池要用林德時代的 比亞迪電池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真的看在眼裡認為 未來難以阻止的就是比亞迪 因為它從最低價到最高價 還有成本佔40%的電池 它都自己做 你小米沒有 你電池是跟林德時代搭的 然後沒有錯 你能夠把它造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成就 可是我認為還是要看 三個月之後的財報會比較準 因為比亞迪人家獲利也在上升 產能也在上升 就我們要看一個行業你是不是成功 不只看銷量 還要看它的這個利潤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的銷量 是不是繼續維持成長 這樣才會比較準確 不然就是下催而已 還是看三個月再說吧 是 不過雷軍這一波造勢是很成功 小米汽車要打響了一開始推出的行銷戰略 問題是小店長 接下來他如何真的站穩市場佔有率 才是重點 剛剛亮哥有特別提到一件事 也就是說電池是不是自己做 因為實際上來講 現在中國不但是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工廠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那他自己做 那也就是自產自銷 就形成了內循環 那他還可以外銷又形成了外循環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世界已經不是美國說了算 我們看到說這最近100個品牌裡面 我們有看到多少個品牌 是跟中國有關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最清楚的 也就是微信 那我們還可以看到 中國移動 那我們還可以看到 有關於華為 華為在下面 然後在這邊還有四家銀行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站在台灣看 有非常多的 無論是網紅 無論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都說中國大陸的銀行快要倒了 可是人家的品牌的價值 為什麼會不斷的提升呢 其實就是我們這些台灣的網紅 或者是政治人物 其實都在做認知作戰 中國大陸並不是他們講的如此 那至於說 剛剛請求講到有關比亞迪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新能源車的部分 第一名不是特斯拉 是比亞迪 然後我們來看除了比亞迪之外 後面這外面繞了一圈的 全部都是中國大陸的品牌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美國的話 那第一個 他就是特斯拉 接下來GM 那GM事實上他也開始要跟寧德時代合作 合作做什麼 合作做電池 也就是如果電動車的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你交給寧德時代做 也就宣告了 GM汽車準備要進入歷史了 我們這樣講 也就是大家都很關心蘋果 那可是 以我個人來講 其實我一直找不到 可以買蘋果手機的一個時間點 而且我越來越不想買 為什麼 因為它的外型好像沒改過 你說手機外型都差不多 的確是 沒有差太多 可是好像它的 無論是電池 或者是它的照相機的畫素 也不如其他的手機品牌 所以我們看到香港的 香港的有關 蘋果的最佳的一個分析師 他就講說 蘋果其實它做不做汽車 已經沒有什麼人在意了 接下來最害怕的 也就是它的手機 未來如果也是如此的話 那蘋果的股價就堪憂了 就是從小卷到大卷 然後對於雷軍說 我們過去手機的利潤 跟汽車市場 當然是更大的世界 現在小米汽車 已經進入第二輪追加了 當然未來 剛才你講了 一開始的促銷價格 未來不見得會持續這樣做 對於雷軍來講 造勢是成功的 未來呢 造勢這個是雷軍最擅長的 他一直以來 小米就是靠這樣成功的 所以這個不用去提他擔心 他這一波當然是打響 然後也造成了一股熱潮 可是就像亮哥說的 你主要汽車這種東西 是要看它消費穩定性 你要看消費者的反饋 他對這個車子 是不是有其他的問題 使用上有哪一些狀況 如果這些都能夠 透過消費者的檢驗 他才能夠持續在販售 不然的話 搞不好雷聲大雨點小就沒有 所以這個 他還是要經過一段市場的檢驗 但是我就覺得 這些200位衝動下訂的退訂 你幹嘛退訂 你不要呆了 你拿去賣 對啊 你把你那個 下次就漲價了 對啊 就搞不好就漲價 你看台灣也發生過 台灣有一款車子 日本的車 結果就是因為它產量很少 因為那時候晶片不是很少 產量很少 結果因為它外型很特殊 結果台灣很多人訂不到 結果有人就把它訂位 全拿出來賣 他那車子還沒拿到 已經開始漲價了 就先賺錢了 對啊 就先賺錢了 所以不要呆了 千萬不要退訂 這是你的權利 搞不好會賺一兩萬 對 有可能 我覺得是有機會 因為一定很多人搶不到 搶不到的人就會想說 那我多花一點錢來買 所以真的不要傻 那當然 小米他主要就是 他跟那個比亞迪是完全不一樣 比亞迪是從頭到尾全部自己做 小米其實基本上就是 把大家的東西拿來整合而已 然後整合出來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 很厲害的功夫 以短短三年 說真的以前完全沒有碰過汽車產業 你要把它弄出來 這真的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 但是重點還是後續的 市場的檢驗的問題 因為它現在看起來 如果我們現在以它帳面 數據規格來看的話 它假想敵對手是Model 3 就是TOSLA Model 3 它看起來是全面都勝過它 不管續航力也好 加速度也好 或是其他內裝配備 看起來都贏過它 可是重點還是在於 你真正駕駛了之後 消費者使用了之後 那一種反饋是如何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看起來好像 它有機會一下子把 极客 小鵬 BBA全部收拾掉 但是這一些車廠 能夠生存那麼久 還是有它一定的實力在 也就是如果你能夠通過市場的檢驗 當然就把它掃掉 但如果你通不過市場的檢驗 你自己也可能會 一下就消失了 這個都很難講 因為你要知道 汽車產業的投資 是遠比它手機產業還要大很多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小米只要走錯一步 它可能自己會連帶 讓它手機產業受到影響也不一定 所以他們一定要非常非常謹慎 那當然大陸的新能源車 早就進入戰國時代 他們現在好幾百個品牌 現在正在互相兼併當中 那誰能夠生存到後面 才能夠稱王 現在看起來 比亞迪應該是生存了下來 但其他還有幾個 到底是誰就很難講 那我在這邊看到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凱迪亞克 凱迪亞克做這個廣告 那當然也故意嘲諷一下 憋憋喵頭也幫自己打響一些 但是凱迪亞克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因為凱迪亞克在台灣 已經非常少見 可是它其實在大陸 過去是有一定的市場 因為大陸人還滿喜歡凱迪亞克的車 因為看起來很氣派 奢華 氣派 對 All old fashion 是啊 就是有一些人 還是滿喜歡凱迪亞克的車 但它這幾年在大陸的銷售量 確實也掉了滿多了 所以它現在也推出奧哥這個新人員車 也是要去跟他們競爭 那是不是能夠靠一個廣告就能夠打響 我個人是覺得 還主要還是要看到後續 消費者反應的口碑 因為我剛剛去看了一下奧哥 那個新車的那個長相 已經完全看不出來是美國車了 真的喔 完全看起來就不像美國車 看起來比較像日系的車 所以我覺得現在 市場上的風格大概越來越統和了 那你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失去一個品牌特色的話 你要殺出重圍就更不是容易的事 當然市場還是有一些傳統的支持者 喜歡傳統的品牌嗎 可以的 我們要不來